藍色小貨車一路漏油 駕駛卻不知情 直直的向前開 機車騎士因為地板上的油字 而打滑摔倒 這事情畫面中 小貨車機油不停外洩 已經造成兩部機車滑倒自摔 不過他絲毫沒有察覺 一路向前開 當事人的兒子在臉書上氣氛po滾 到底是哪個施工單位 這麼不負責 漏了整路的油 害得自己爸爸騎車摔倒 報警後警方調監視器 找到肇事車輛 事發在八號下午一點多 五十幾歲的中性騎士 在高雄市大樹區的學成路上滑倒 清潔隊到場之前 又有一名二十幾歲的 黃姓女騎士摔倒 警方循線追查通知車主到案 他說的確是疏忽了 出發前沒檢查車況 才導致機油外漏 台幣三千人以上 一萬八千人以下滑油 博油路上的油漬雖然都清理乾淨了 但深色的痕跡仍清楚可見 小貨車一路漏了將近一點五公里遠 直到警方偷知 他才發現儀錶板上的油量似乎不太對勁 一時疏忽害得兩名騎士滑倒得付出代價 吞下最高一萬八千元罰還 TVBS新聞時刻陳林嘉義高雄報導